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E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电2号 简选原因是 中电过去几年受到海外业务拖累盈利 但相关业务占见复苏的曝光 公司2022年 全年纯利大跌接近九成 主要是受到期内 澳洲业务录得大约52亿元 大额、营运亏损的拖累 不过过去几年 对中电看得最淡的花旗 预计中电澳洲业务盈利将会正常化 并且2024和2025年 分别录得纯利16亿和17亿 更将中电的目标价由55元 上调1成2到62元 变成暂时对中电看得最好的劝伤 另外 彭博综合劝伤的预测 预料中电澳洲业务2023年亏损 可以大幅收窄到5亿8千万 并且在2024年以及2025年 分别录得3亿6千万和9亿3千万的经营净利 另一方面 联储局刚刚完成加息周期 步伐较对上6次的加息周期都急速得多 一度刺激被视为无风险利率的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资息 在2023年10月分别升到超过5厘和接近5.2厘水平 与中电等传统收息股股息率接近 令到中电长线收息的吸引力大降 随着美国将会在2024年展开减息 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资息率 已经分别回落到大约3.8厘和4厘水平 令到中电股息率再次有超过1厘的息差优势 策略上 投资者可以在59元买入第一柱 如果有机会回到57.6可以买入第二柱 无论如何 中电业务最坏时刻已过 资产长线增长动力再现 现时股价只是等待盈利预测被上调 令到长线升浪持续 步向70元关口 或者持有 或者投资者可以持有作长线收息 大跌穿疫情期间的最低位 即是51.45元就适而止蟋